大家看到這個開場都知道做開箱了 這次開箱的就是Leica的51.4,ASpatch的第二代 數回頭,有第一代,有第二代,PA,跟著ASpatch 所以數到這個版本其實是第五代的了 至於之前的版本想看一些介紹 我之前有拍過片關於之前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回這個資訊欄,看回相關的影片 在2023年的4月13日 Leica就發佈了這一支鏡頭 這支鏡頭其實就跟這支35 1.4的第二版本 是非常類似的樣子,都是肥仔了 這支51.4跟對上一支的重量方面幾乎一樣 之前的版本就是335g,這個就是337g 我想2g可以省略,可以不來的了 至於銀色和黑色,大家都是類合金做的 所以重量方面是沒有分別的 在兩支鏡頭的差異之間 最重要就是上一代最近對焦是0.7米的 很多時候我們拍照都是先上機術 有機會是0.7米真的不夠拍的 變了有時候拍一些小甜品、咖啡、開餐先 這些情況是會太闊了 變了這個物品變得太小 其實就沒有張力在這裏 而這個版本就好很多了 最近對焦是去到0.45米的 這個0.45米你會見到很有趣的 它是灰色了字的 直至到0.7米才是有白色的字的 這個代表其實有意義的 去到0.7米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手感有一點點的 這個不是鏡頭有問題 而是說這個是一個訊號給大家知道 而去到這個部分其實就 rangefinder 已經去到盡頭了 對不到的了 那由0.7米去到0.45米這個範圍 是需要用Live View去對的 那如果你說用Phylm相機的話 這個就沒有辦法對到 那所以只是數碼機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光圈頁 那之前是9片光圈頁的 那現在就增加到11片 那你說光圈頁的增加有什麼好處呢 那就是因為它會變得很圓 那個圈會很圓 這個圓呢 就是說當你出現散景的時候 散景後面的波波是圓形的 就不是說起輪起閣這樣 那看下去更加自然了 那至於外觀方面呢 其實都是跟之前的大同小異 都是一個build in hoop 一個抽拉上來的 那去到尾呢 你是旋轉上來的 去到尾呢就不會說卡住的 這個就是鎖住 那它就不會拉它是不會上來的 或者是按它也不會下去 是要轉著才是動到的 那一樣都是有6-speed code 可以是對應回數碼相機 是知道你一支是什麼鏡頭 那還有呢 都是有一個fingertip的 那這個呢 就是方便你對焦 還有可以指示到 大約你現在的手指位置呢 是對著什麼距離 那譬如說 純粹向下的話呢 那就是 講緊1.5米 這些都是常影的距離來的 那無限遠呢大約是4點鐘左右啦 接著最近0.7米那時候呢 大約是7點鐘左右啦 那變了呢 是很容易去知道自己 現在對焦的範圍是多少 那跟著再去微調的話呢 就會快很多的了 那這支鏡頭呢 出了一段時間啦 為什麼到現在呢 我才拿出來呢 那其實都相隔了差不多一個月的 那其實這支鏡呢 我好早已經到手了 但是呢 真的視真點這支鏡呢 我必須要去拍多些相片 才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到的 那在這段日子呢 我拍了不少的相片啦 那有日後啦 夜晚啦 那有戶外啦 戶內啦 大致上呢 都是有一定的概念 到底這支鏡頭 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 那現在呢 就跟大家呢 語音導航呢 去看看這些相片啦 那這次呢 就跟車友聚會啦 那 就去拍了不同的車啦 那包括有紅色啊 橙色啊 它來出來的效果呢 那個細節度呢 還有最重要呢 就是那個光澤 那個反射的感覺呢 是覺得很棒的 那拍下去呢 真的整個好像很精緻 好像一個模型那樣 我呢 真的很吸引的 就算有些少少的近攝啊 有些特寫啊 也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接著呢 就是戶外的日間拍攝啦 那這個戶外的日間拍攝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 整個照片的 那大致上呢 那個反應呢 都非常好的 不過呢 那一段時間呢 真是那天灰蒙蒙 真的有點難搞的 但是如果拍了一些外場啊 燈色啊 那拍出來的效果呢 我覺得都是很理想的 那譬如說拍了一些車啊 一些馬路啊 那 那雖然那天就已經是陰天了 那我看到那天灰蒙蒙的 但是其他的細節 就算是牆身 可能都已經有些脫色啊 那帶出來的那個感覺 細節度啊 現場氣氛的還原呢 都做得非常好的 那接著呢 我看在旺角啦 走過少少呢 有個觀音廟 那首先呢 在外面拍了一些照片 停台樓角啦 那我覺得那個質感呢 是非常那麽強的 那些細節呢 完全是出到那個立體感 那個質感的 那在外面拍了一下 那偷歸一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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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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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氣氛很濃烈、很舒服 好像滲透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棒的 接著離不開有香燭 香燭輕微細細的煙絲 慢慢透上去的感覺 也是很棒的 再加上背景 剛剛有燈光做了一個不錯的背景效果 我覺得這個感覺不錯 接著看到有關二哥 質感也很強 顏色非常豐富 有深綠色、紅色、金色 還有一個陶瓷 反光的位置非常多 可以演繹得非常好 還有這支鏡子可以拍得比較近 我借了一點 前面的香燭做一個前景 再近一點 我覺得拍出來的效果 也挺吸引的 有一條絲帶 有一條絲帶是綁在這裡 絲帶的細節非常好 可以看到漸變、過渡 慢慢過去的感覺 還有是白色的 以及這條絲帶的 紅色也是顯得很漂亮 環境很和諧 還有一幅刺獸 表面上看可能沒好多 但當亮度放大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很多細節 當時這個環境的很暗 而且我只是首次 並沒有落腳架 如果落腳架 相信那個效果是更嚇人的 更加細緻的 還有一個烤的鐘 這個鐘其實整個背景和鐘幾乎是同一個色彩的 但它出來的質感反光 那個金屬的硬的感覺 你是從一張照片可以看得到出來的 整體的廟都是比較暗些 但出來的氣氛和細節度都是很足夠的 譬如說兩邊的圓柱 立體的弧形的感覺是完全可以看得到的 每一個點滴的細緻位也是表現得很好 這支是五彩點四 算是大光圈 日光日白影真的沒什麼特別 所以選擇一些黃昏的街道去拍一拍 這裏就是雷敦道 大家都認得了 那天也是黃昏的時間 都不會整個天的光暗是完全一致的 當你雲的厚、薄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光、一些暗的 這支鏡頭的細節位置都是表現得很好的 再加上下面的車、路牌、店鋪的燈光 出來的感覺是很豐富的 畫面 這張照片表面看就很普通 但當你放大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麼多細節的東西 連一個路人的眼神都可以表現得這麼精彩 而且當時我覺得她的表情很誇張、很搞笑 所以我把這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同樣都是街上 我試了傳開光圈和收光圈 第一張這張就是傳開光圈 你看到周邊的位置是暗了一點的 但我又覺得這種感覺會很棒 因為氣氛會比較好一點 而第二張相對來說 整體是光暗平均了 但主題相對來說 反而沒有那麼突出 這個是中環的街頭 大家都認得 有巴士、行人 是很有趣的 細緻度真的很足夠 這張照片 是之前那張照片已經不錯了 但這張照片表現得更加細緻 你是不看過 不知道可以做到這麼細緻 而這張照片是另一邊 向著上山的部分 向大廣的方向走 你可以看到 後面有一個LED顯示牌 LCD顯示牌 很多時候光度都很誇張 很多時候會爆光 看不到細節 如果看到LED廣告 就會變成其他人 或環境會很暗 但這裡我只是推翻光暗 光位和低位 簡單地推翻高光和低光 無論是招牌 或露面 和露人的細緻度 都完全能看到 這是鏡頭向著另一個方向 雖然表面好像沒有特別 但照片的資訊性很強 所有當時眼睛看見的東西 都表現在一張照片裡 完全是很細緻 慢慢地去欣賞 到底街道照片 招牌 建築物 行人 各樣的細節 是可以慢慢去欣賞的 我覺得這張照片是挺有趣的 然後慢慢向中央街市的扶手電梯 向山腳進發 向著大館的方向進發 在途中看到一間 可能是餐廳 燈的招牌 有點嚴重了環境的顏色 紅色和綠色 我就拍下來 都跟現場環境非常接近 這裏是一個大斜路 車是搭著被拿下 所以有一點車燈 射地面射得比較多 看到光和電單車剛剛夾在中間 我覺得挺有趣的 拍出來的效果比我預期中更好 鏡頭一轉 有另一邊比較暗的環境 剛剛我看到一個店鋪 燈光很豐富 剛剛這麼巧 有一個女士站在門口 在講電話 我覺得挺有趣的 最初他轉向著山上 我等了一會 才轉回來 我才拍下這張照片 走上一點大家都知道 就是大館 大館的環境也挺暗的 附近有很多人在喝啤酒 聊天 吃東西 環境也挺舒服的 現場環境也拍下來 最吸引我的 反而是在隔壁大廈 外場有些射燈 射燈的光亮 是令我留意了廣告牌 廣告牌並不是很特別 但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招牌燈 是由上射向下的 也有角度 在大廈外場 有些凹凸的窗尾 或者之類的功能 變成那些位置 會看到很多細節 以及光暗的變化 完全可以記錄下來 還有一件 就是米濟燈吸引了我的眼球 我覺得挺有趣 挺精緻 拍出來 它有一些光芒的射線 發射出來 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這支鏡是可以對焦 對到0.45米 所以拍了一個模型 模型那裡 上面有一些 盲人認知的粒粒點點 那些點點 在照片上 都看到那種質感 那種一粒粒的感覺 出來了 接著就落花山 下面看到一些食肆 在排隊 看到一些光線 吸引了我 去拍下這張照片 也是很細緻的 之前那支都已經覺得很細緻 但這支我猜不到 還會有進步的空間 想像都想像不到 但它是做了出來的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 這個是陸雨茶室 雖然那些光光 肉眼看就不太好 但拍照的時候 有些吵架 它會染了環境的顏色 都出了那種 那種朦朧的光 這樣就沒有辦法 可能數碼機 都是有這種情況 但幸好 它放了一些 有顏色的燈仔 那些燈仔的細緻度 都是完全表現得到的 那本來就打算約一個模特兒 試一下拍下人像 試一下這支鏡的效果 誰知道模特兒就病了 那沒辦法 那 唯有自己做主模特兒 那在公司 其實大家都應該去過了 尖沙咀我們公司那裡 就比較光的 但我就關了天花上面那些燈 那只是用色軌的燈 那些燈 令方向性強一點 和氣氛好一點 那拍出來的效果又挺好 那有些我就特意對焦 對上人 有些就特意對上鏡頭 那看到它那個 小小的距離的分別 都在上面看得出 都看得出焦點 其實是放在哪裏 那另外就是 另外差異的就是 一支銀色的鏡頭 一支柴油馬 28-350 那它整支銀色的 我打算 一旦就白色 一旦就黑默默 但它出來 又很有層次 還有它那些 簡條的條紋 是一格一格一格的 出到來 那個氣氛又不錯 那個細節又非常豐富 也是感受到 那個鏡頭的金屬硬的感覺 有時喜歡拍下玻璃 看下攤下有些折射 前後景 這樣的配搭 這個效果也不錯 只不過這個玻璃 有時在對焦方面 就難對一點 所以可能就有少少 沒有那麼清晰 但總括來說 感覺其實都不錯 有一個反轉 拍人物 那個道具 變回是一個前景 亦都是這樣交替的 拍了幾張 還有這一張 就特意眼鏡的角度 側一點點 其實它對光的 這支鏡頭對光的敏銳度 都很高 所以看到眼鏡那裡 有少許發光 很多時候 我們都先說相機食 所以這次 就跟大家去 這個K11的Miucia 去吃一個蛋糕 吃一個甜品 夜未來之前 當然有杯水 我也試試拍一下杯水 但那個氣氛 真的非常漂亮 雖然這裡有一個簡單的杯 只是放了一些普通的水 但出來的氣氛 都很漂亮 跟那個環境 是很吻合的 趁甜品味道 唯有拍一下刀刀刀刀 出來那個感覺 都不錯 終於主角出場了 有一個雪糕 下面就有一個 方包的大小 可以看到它是 當你傳開光圈的時候 那個氣氛就很好 但是有時候 亦都要配合 可能我這裡 都有收小了 一個光圈 收到2.8 或者4 去把整個甜品 可以清楚地 演繹出來 很多時候 我們拍一些微距的東西 可能要刻意拿多一支 微距鏡 這次就不用了 這次你就可以 如果一般不是極端的 微距攝影 其實這支鏡 都可以應付到 一般的高度 一般的高度 是11cm左右 就剛剛好 可以蓋到 在鏡頭裡面 可能街上 無端見到 一些模型車仔 上影 這也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去拍攝 說到尾 所以我都會有些東西 不太滿意 就是因為 新鏡頭 它在顏色方面做得很好 很鮮艷 在 contrast 方面 是會強烈了 但是 你拍黑白照的時候 出來的效果 真的不是你想要的 所以 如果你是喜歡拍黑白照的話 可能真的要配多一支 老少少的鏡頭去用 照片 大家看了 對這支鏡頭更加認識 如果你想試一試這支鏡頭 歡迎來到我們旺角的店 去試一試這支鏡頭 感受一下 到底它拍出來的效果 是和我相片分享的有沒有分別呢 體驗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覺得我這個影片是有用的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每次去看 我們每次 đi 見一看 我們每次來看 我們去看